下個禮拜的週末 就要罷免王浩宇了 民進黨下令要王浩宇 不要再講話了 要閉上他的嘴 但是他忍不住 他就是要出來嘴 他威嚇那一些霸王團體的人 我們講很簡單 王浩宇之前不是說 怎麼虛心接受指教 怎麼沒有問題 平常心看待 現在急了 害怕了 出來放話了 說你們違反文宣 要親自署名 最高可處100萬罰 那又怎麼樣 我們以掌握相關證據 之前不是說虛心接受指教嗎 那你去罰 有沒有 那We Care是不是有 每一個東西也都有 也去罰 沒關係 要追一起追 對 要追一起來 我們這個叫防衛式民主 關鍵的是這句說 我們已經掌握了相關的證據 這要威嚇人家 好啦 乖 浩宇 不要時間到了害怕了 你說他的花籃有沒有署名 有 我告訴你我還專業 還好你有署名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我還公祝王浩宇罷免成功 趕快去當兵 他還沒當兵 他沒有當兵 不好意思 所以希望他抗中保台 他是因為生理心理 不是 他替代役 對 我們還是希望他拿起槍來 保衛台灣 不要老是只出一張嘴 後面署名朱學恆 是不是 我內行 好 那不管又有熱心民眾 熱心民眾說檢舉 罷免王浩宇的群眾集資計畫 可能有違反 政治獻金的相關問題 但坦白講 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相關法規 有規定這個嗎 其實沒有規範到罷免 政治獻金是在選舉上面 罷免如何 那個是一個模糊地帶 沒關係 後面示差嗎 又出來 如果成案的話好 這是示差嗎 我以為 是怎麼樣 朱學恆嗎 我告訴你不是 好 但你沒辦法講完 他說罰款會達到1300萬 我是想說沒什麼必要聽就 但有這麼嚴重嗎 因為有些人會關心 其實他認為 那就他認為 他中選會 中選會主委是他嗎 我知道你們同行相繼 不如是這個樣子 好啦 那王浩宇 當然他完全沒有去出席 那個罷免的那個辯護 公辦辯護會 但是他有出一個答辯書 但等等 各位 以我對王浩宇的了解 我們來做一個翻譯 那第一句話 我花整整三年時間 親自監督每個陸品工程 好 等等 我要翻譯 我花了一些時間 親自監督一些陸品工程 每個 你騙我是不是 然後半夜三點 有時比較晚 監督陸品工程現場 親自盯著包商 做相關的工作 在教育工作上 所以他是當公投 不是 這講 你就自己寫 你要信 你以為他寫科幻小說是不是 還有在學校推動 班班有冷氣 不是蘇生昌 什麼時候輪到你 不是鄭文燦 什麼時候輪到你 而且地方議會要過 也是所有 跨欄綠的這個議員 那還改善學童的飲水品質 你每天扛水這棒茶 好 我告訴你 但是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其實罷免王浩宇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霸王人士 藍營也有出來 綠營有背後也有人 在背後慢慢的運作 他獲得跨黨派的支持 對 他大概是中立地區的一個 時代力量 民眾黨 對 所以想得到的都 你想得到的都有 今天民眾黨還把他 說過去五次在議會 被移送紀律委員會 都 你知道我從來沒看到有一個人 在一個罷免相對冷門的活動裡面 全國四面八方人都跑出來 支持他被罷免 好 那我還是要講 五次被移送紀律委員會 是很誇張的事情 全台灣應該也只有他吧 好像也沒看到別人 但是也沒怎麼樣 也沒怎麼樣 好 沒關係 但我們真的要講 一路 我們第一個 你看黃捷有沒有 很多人發辯護 有 我們這個王世堅 堅哥 是不是看到黃捷就 好 這也是不錯 堅哥還說他是明日之星 對 所以堅哥說到罷免的時候 就還好 還好 但堅哥怎麼講王浩宇 替天心大 對 那好 那你說堅哥克力獨行 也就算了 第一個 唯一對王浩宇的罷免 說過正當比較正面的話 是一個很菜的民進黨發言人 他是客家部的主任 過去我幾乎從來沒有看他 公開表態過 他說普六建國民黨 利用罷免機會正常操作 我們會盡力協助本黨同志 安蘭度的危機 本黨同志 他又怎麼不講王浩宇 就不方便講 那名字講出來 他把他當福地謀 連名字都不敢講 PTT就是不能聽王浩宇三個字 他可能在PTT用久了 完全的習慣 王浩宇跟王浩宇是叫福地謀 是 就是因為他名字不能提 但是怎麼度過呢 沒說 然後更棒的就是 彭彭 我覺得彭彭真的超棒的 我覺得他是不是跟王浩宇有仇 我跟你講彭彭講的話 你一聽沒問題 再一聽覺得不得了 他說罷免王浩宇 就是針對蔡英文 針對民進黨 這調子拉得很高 也就是 如果你對蔡英文不滿 你對民進黨不滿 衝著王浩宇來 這樣怎麼會對王浩宇 他們到底在地方上有什麼仇 沒有 因為我們最後 稍稍做一個結 就是王浩宇上次 還沒有加入民進黨 下次要選議員之後 他是民進黨籍了 他要搶民進黨的票了 那在地議員怎麼會高興呢 所以當然暗潮洶湧 還有另外一個黃傑 2月6號的時候 他的罷免案就要登場了 可是黃傑現在用了一個 非常詭異的策略 他極端的 極力的刺激韓粉 有人說這一招 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險招 對 正常來說罷免這種東西 你應該低調低調再低調 比如說像陳之中 我就很低調 我根本當作沒這回事發生 低調到第二段連署都沒過 是 結果連署都不過 就直接過關了 可是黃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第二階段 已經過了 他開始有點緊張了 所以他開始改用一種 高調的做法 你看這是黃傑的陣營 直接乾脆 你既然是這樣 我就跟你直接開戰 你看鳳三人載出來 票頭不同意 第一次看到罷免的人 要被罷免的人 叫人家坐在頭標 再給韓粉崩潰一次 就把它拉高了 變成就是說 這個是民進黨 對韓國瑜粉絲的對決 就把它拉得非常高 你看把這個都拉出來 而且他說這樣 你罷免的這五大理由太好笑 什麼翻白眼 什麼違反香港國安法 什麼沒有什麼禮義廉恥 什麼鬼理由 亂七八糟 可是人家這五個理由 其實不是這樣寫 沒有 這是他們自己編的 他們扭曲另外一個說法 對 這是他們自己扭曲的說法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鳳三 早期其實算是藍大於綠了 但後來已經開始轉變了 現在已經不見得是藍大於綠了 那他罷免的門檻 其實他比王浩宇低 因為他只要七萬一千 他只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票 那他上次自己獲得一萬八千票 其實看起來好像不多 可是問題是 你要匯集到七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票 來投胎 不容易 尤其是韓國瑜過去在鳳三 2018市場選舉 拿到十一萬八千票 2020總統大選 雖然掉下來 還是拿到八萬兩千票 都超過這個門檻 就是氣勢最差的時候 都還有八點二萬個韓粉 所以你現在瘋狂的刺激韓粉 是對自己最不利的吧 對 所以大家在想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他的想法是 第一個 你總統大選 因為這個規格比較高 所以第一個 你在這個罷免的時候 不會有這麼多人出來投 單一的小選舉 不見得那麼多人出來 對 所以你就不容易 達到這個門檻了 第二個我如果能夠 拉高到這種層級的話 反而變成藍綠對決的話 綠營的人會出來投我的票 這個時候可能他就不會過了 不過昨天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吳英龍 新潮流的金孫 他去登記台北市民進黨 黨部的主委 不過現在也不用選了 感覺他躺著就會贏了 不過他有一個動作 讓人家要引起側目 因為他跟網紅館長 拍了一個南藍VL劇 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中槍 中槍 幫我開直播 快點 小宇 門鑽起來 阿德 趕快打119 你哪裡這 這不是重點 我們先來直顯 痛...很痛 痛... 怎麼那麼痛 我寧願你痛 也不要你死 我先跟觀眾說抱歉 我現在是用餐時間 如果你真的有吐的話 不要算我的帳 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剛剛看覺得 你不知道他不是縱向一直摸胸 為什麼綁的是腿 沒有 腿有動脈 他應該是怕那個動脈 但是這錯誤示範 你胸部縱向綁腿是有什麼用 我是不太知道 可能是因為動脈這樣一邊 這是滿奇怪 當然他的目的是 因為他跟AIT有合作一個 所謂的後盾計畫 那這個後盾計畫 就是新經濟文教基金會合辦 其實是小英指派出來 讓他們去做的 那就是一個合作 然後指派說萬一 將來發生戰爭 或是什麼敵狀況的時候 怎麼樣大家自救 或什麼樣一些東西 那可是 你講得好不屑 我真的覺得這個基本上 在我看來比較像是政治宣傳 而不像是真正的一個教導 那實際上吳怡農 這個是超級金孫 當然國民上有一個金孫 叫蔣萬憨 那我們可以來比一比 一般講新潮流金孫 會想到賴清德 可是這個好像是更加金貴 賴清德已經六歲幾歲 還叫他金孫 你記得 金孫也是有年齡限制 那這兩個天之交子 我們來比一下 蔣經國的孫子 這個也是金孫 沒錯 那吳怡農子算不算金孫 有人認為算金孫 現在是 對 現在我覺得還當紅炸子雞 那他當年是自己 跟羅蘇蕾初選之後 沒有 我覺得有一種是 協統上的金孫 對 他就協統上就是 可是有一種是 權力上的金孫 對 這就看你認為 哪一個才是 他的協統當然就是蔣經國的孫子 這沒話講 那他當初是靠初選過關之後 拿下立委提名資格 那他是選台北市主委的時候 老家蔡英文 林希耀 黃成國 直接修改黨章 直接為你量身打造 這就感覺不太一樣 而且我們等一下還會補充一下 他勸退所有人 是 你知道 然後他有法律博士 還有美國律師執照 那他是耶魯大學經濟系的學士 其實耶魯大學經濟系 也滿不錯的 也是很厲害 至少比我強多了 其實這個部分的意思就是說 他雖然是貴爲什麼獎家的後代 可是他初選的時候 還是要跟人家拚 對 而且他實力也不錯 雖然說無懶人不是這個什麼 以前的這個權貴子弟 但是他卻實質地享有權貴的待遇 吳乃仁當然不是權貴子弟 可是吳乃仁是新系的大佬 雖然他現在已經退流了 可是退流之後 很多人還是要看他臉色的 所以這一次 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本來 吳亦農1月3號的時候 他去拜會了黃成國 黃成國大家都知道 他在台北市的死力是很強的 然後後來又去拜會了薛林 然後薛林當然大家知道 也就是他的媽媽對不對 然後好像看到這種情況不對 所以1月4號當天 袁勝怪20年的前議員 趕快跑去領表登記了 人家問他說你現在是怎麼樣 當然不讓 意思就是吳亦農來 我也沒在怕了 結果4天後就讓了 是 結果只有4天 豬羊變色 然後就過來 然後張茂南 阮昭雄大 就跟我們就講 突然間變成成功不必在 這金書真的很威 是 所有的老議員都紛紛退讓 全部退開 紅海分開來 直接讓他走過去 而且我剛剛今天有個標題 說吳亦農 因為他的簡字 說吳亦農躺著上 是 當然現在不是躺著上 因為沒有競爭對手 但我覺得何志偉說的最奇怪 他說這一天開會 通過吳亦農調管的時候 他的印象是會中堂 最多的是黑道 他說的黑道是誰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指王姓的某人 還是黃姓的某人 他總不可能說自己媽媽吧 還是說對手姓黃的 還是王的 對 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 何志偉 你要不要出來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好 我要請問一下將軍 因為這個吳亦農 所謂的特重的 之前是講說特戰的渣男 不是我講的 是大鵬部長講的 那他對國軍也有提出很多看法 包括他也跟前總長李喜明 有合作過一些事情 軍事上他到底是真的專業 還是說須有其表 你講須有其表還高估了 他根本對軍事專業不懂 真的 他用李喜明是來蹭人家的 李喜明講的東西 是跟國防部兩個不一樣 但是他有重點 國防部也這麼回答得很荒謬 什麼多維了什麼 李喜明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濱海是戰場 你想吧戰場用三個 一個是在彼岸 一個是海上海峽 一個是攤頭 那今天國防部回的也荒唐 是無印農蹭的也莫名其妙 他還加個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什麼時候 是古代冷兵器時代 靠人數取勝 對不對 我兵勇兵二十萬四十萬 拿把刀拿個鋳頭也可以打 現在是什麼時代 一個炮彈炸是幾十個人 所以熱兵器的時代 而且加上高科技 你全民皆兵 就是把這些老兵送去當炮灰 你有沒有注意 聽到解放軍講的什麼話 我打軍人 就是減少殺傷 那你自己把兩千三百萬 從當上炮軍人上去 全打 所以第一個 台灣老兵願不願意 第二個 你傷亡你承受得起嗎 第三個 人數多能打贏仗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 代表你對國防毫無認識 那你趁李喜明 你要李喜明 當過參謀總長 多多少少知道國軍的實力 你今天講空中自空權 老公的火箭彈幾萬發 可以把你所有機場跑道炸掉 你再多的飛機起不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為什麼堅持要買F-35 就是台灣的跑道太脆弱 所以剩下的戰場哪裡 冰海 那炮彈是什麼地方有效 攀頭 那炮彈打海裡是 沒聲沒息的 炮彈又不是導彈 所以李喜明講 有他的道理 國防不回的也是 含含糊糊 那中間再加個插花的 趁熱度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看成問題 高雄的治安又亮起了紅燈 結果他們的警察局長 要被撤換了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我們會不會再次回到 我們會不會再次回到 athletback 似乎等到